大家好,欢迎回来,NHK广东话军事频道的节目 《军武器言》,我们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是一个军武评论,也是一个防卫消息 首先谈谈台湾的情况 谈谈台湾,最近青年日报 台湾有个青年日报,最近曾出了一个消息 这消息谈到中韩国台湾的登陆艇 在澎湖岛港口下船,当然去卸载一些东西 看到一架雷达车,即是雷达系统 安装在车上,下车时被大家拍摄 这种雷达车其实在2018年曾经台湾news 即是一份英文版的报纸 其实当时也有说到,中科院当时有研究 针对着隐形战机,我们说的纤20 那种发展出来的一种反隐形雷达 所以有些照片当时手快被网友夹了 所以就算青年日报及后删除 大家都依然可以观察到这些照片 说起,主要针对中国的高价值 反隐形目标,例如纤20 因为纤20攻台,当然会对台湾的防空系统 带来很大的压制 所以研发这种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否则真的被隐形战机压制住 是相当凄惨的 无论防空的设施,例如我们说的雷达 一些防空的导弹,甚至乎机场 自规所等都可能化为灰尽 到时不投降都一身残 所以去发展这种科技都能够理解 或者说我们的对岸 即是说的,台湾的对岸 中华人民和国这边 当然去发展 俄罗斯、中国等等的国家 都会大力发展这种反隐形雷达 因为本身自己的隐形技术也不是特别好 如果去比较,都要去提防 例如美国、盟友、日本、南河等等 都慢慢会具备F-35 越来越多这种隐形战机 对他们的国防来说 当然会构成威胁 所以他们都会积极发展 例如中国发展一系列的JY 这种雷达 其中一种是JY-27 部署在赘利亚 但也被以色列的F-35 打到看无缘枯 当然了 国内网友说 JY-27 也可能是10年前的产品 有代差的 最新的JY-27A 他再细细一些去探测F-22 F-35 他们一直都能追踪到这种情况 他们一直都说自己可以追踪到F-35 F-22等等的战机 但无论如何都好 今次的雷达牵涉到技术 我们叫做PISA雷达 PISA雷达 其实意思在于 他不会主动发射信号 而反射时收回 反而是什么呢? 反而是收集其他发射器 那些信号收集时 会再探测 究竟当中有没有可能 撞到某些空中目标 然后就去测溃 接下来有机会的隐形战机路线 所以可以这么说 这种我们叫做PISA雷达 对于一种隐形战机 懂得找雷达来避 避无可避 因为你都没有信号 我也不知道你附近原来 就已经把雷达 所以如果将它放在澎湖 澎湖的位置 大家看看 距离台湾本土不够100公里 即是非常近 30英里左右 这位置作为一个防护 如果可以提早及早预警 事实上是很有帮助的 即是对台湾本身的情况 而彭湖本身除了有远程雷达之外 亦有一些反弹的飞弹 例如雄二 亦有天宫三 地对空飞弹 上面亦有6万人驻军 所以都不可以看少 上面有M60 炮兵营 上面当然有比较出名的 我们叫做天驱部队 即是他们在空中反应的情况 在蔡英文之前 也有上岛稿路三军的情况 当年你看到澎湖 现在及早预备 建设这种反引型战机雷达 事实上台湾现在备战的气氛都会提升 当然还要秘密进行 如果在澎湖这个地方 设置了这种探测引型战机雷达 这种反引型战机雷达 有助于拱卫 例如我们说的 鲁山雷达 鲁山雷达其中一个位置 都会在苗栗苑 和这个岛都会有些接近 所以位于你看到 大概在台南台中的澎湖岛 上面装载了这种反引型战机雷达 事实都有一定的帮助 好,我们今天也会探讨 这种反引型战机雷达 其实是否无能无敌 现在你看到 中国、俄罗斯 连台湾都会选择去发展这种科技 我们必须先讲讲 有一间公司 有间公司发展了Twinleafs的系统 Twinleafs其实在2018年的柏林航展 上面也试过做声音 大家看图就看到 这里有两架车 是一些移动的雷达 当时他们说探测到柏林航展上的F35 当然也挺令人震惊 它可以完全追踪到当时F35的轨迹 的情况 我们说起 都是这种毗萨雷达 毗萨雷达主要 我们刚才说了 用附近的Radiation Frequency 我们叫RF 即是辐射源 主要去看发射源之间的变化 去找回隐形战机的轨迹 但是大家会看到 这种是不会太准确的 主要是有和没有 好像有引申飞机在附近 但是要仔细捉住它 便会有一定的困难存在 在传统武器的发展 例如说我们说一个战机 或者我们要在一个武器系统里面 击落一个空中目标 通常牵涉到四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就是搜索 搜索之后 如果搜索的时候 好像找到类似的目标时 你要追踪 即是我们平时说的Track 追踪之后 你追踪到那个位置 知道它的行径如何走 你就开始要锁定 当你能锁定之后 最后一环固然会发射 当然在这四部曲里面 其实每一部都坏坏双扣 任何一环出了错 你的目标都可能会被摆脱 当然我们还没计算 对方亦都会偵測到你锁定它 然后进行反制 包括电子战电子反制 或者当你真的发射飞弹时 用一些有利 即是引诱脱靶 不过当然德国的Twinips技术 其实也不仅仅只有这两部车 固然它本身需要一个系统 轻轻说一下 这一种雷达车 主要做一个探测 附近应该会有一个发射源 发射源的时候 大家知道隐形战机 通常会将你的雷达波反射到其他地方 它又不是将你完全消失 将你反射和减弱的雷达信号 所以始终雷达信号 如果被其他接收器接收到 始终都有机会 可以计算到一定程度上 它的飞行轨迹 所以大家看到 有几种雷达探测方式 第一种是主动雷达探测 自己发自己收 另一种是在另一个地方 发射雷达波的时候 另一个地方接收 甚至乎你看到 有好几个不同的 就是一个接收器 就是这些车制 做这个接收 让大家观察一下 状况有点像是这一种 大家看到 会在一个需要保护的地区沿岸附近 布置这些接收器 然后接收器就会接收 如果真的有任何人用自己附近活动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当然这种感觉越多越好 越多越密密 測会的路程就会越准 如果真的在sensor上 拿到这种数据的时候 可以传到附近 去做追踪 和火控锁定 当然 如果用火控锁定 你必须用其他的雷达 即是功率更强的雷达 追踪 然后做出这个锁定 这个部分 暂时来说都是最困难的 即是火控锁定 这个步骤 似乎是比较难承认的 对付人形战机 当然 反过来 人形飞机也有机会知道 你去追踪它 因为它自己也有很多sensor 如果你被它发现了 它也有很多方法 即是它可以摆脱你 或者它可以发电子战干扰等等 都有可能的 甚至乎直接把信号员打击它 令到你更难发现 因为你的信息源都被打击了 对吗? 你很难去做这个传输 而且这种网络 其实本身 如果你是做披萨雷达 你本身是静默的雷达 固然不难被人发现 但到你发现了之后 你又要通知其他部队要做事 所以如果你在一个流动的情况 你就有困难 你发这个无线电 又怕会被对方隐形战机折祸 那你便是徒劳无功 所以最好用固网 固网即是一个固定的阵地 然后去一些截点 去通知远在千里之外的有军 然后作出这个行动 所以也有很多的形式 到时我们要去观察 Anyway 大家可以看到 亦都在这个故事里 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我们说的Twinitz 其实它们是否真的这么厉害呢? 有些传言说 其实那两架F-35 本身自己都将自己的RF 即Radio Frequency 其实都跟管制站沟通了 所以被它们接驳了 知道它们的RF的时候 又容易追踪到这架飞机 所以它们去追踪的时候 可以说是有点出猫 有机会在这些预先知道的情况下 就捉到它们 Anyway 讲到战机 要去拦截签20 除了捉捉 它们本身查了RAM 即是我们说的吸波图鸟 主要吸取毫米波 即是非常小的雷达 Nanda 避免被火红雷达作出锁定 但是当然 世事是无完美的 这个世界不是一样东西 也只是雷达探測不到 就没有你负 其实我们经常说 低可观测度的隐形战机 它本身低可观测度只是指雷达 但是对于其他观测方式 例如光电 它不是真的隐形到你肉眼看不到 另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熊外 熊外特征也是另一个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事情 所以你会看到 例如在地面 如果你装到这种IRST 即是熊外搜索及追踪的系统 你亦有机会 在空中发现隐翼的目标 然后再做另外一级别的瞄准系统 尽量搜寻出去攻击 不过这种IRST 其实是非常受天气的状况影响 例如当日你看到大气的水份 甚至下雨等等 这些不好的天气 其实也有机会影响到震度 所以似乎熊外制度 都会是一个可行的反制手法 即是说如果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系统能够追测到大概的位置的时候 附近的IRST 再利用它们的熊外搜索及追踪系统 就找回隐形战机出来 然后再关注它 去到火红雷达的部分 现时科技如果可以用熊外做锁定 反而比刚才我们说的用雷达锁定 可能更容易 我觉得距离不能够太远 当然隐形战机如果它们未能够好好 去消除熊外特征的时候 其实在大气内 都会遗留到它们飞行的痕跡 所以我们说到 1200事实是有这个问题的 大家知道 1200其实这架飞机 正面的隐形特征似乎都挺强的 但是去到其他的面 例如我们说到它的机身的后面 因为它们的引擎没有经过特别的处理 你看到它们是360度口的去的 没有经过一些特别的处理 例如你看到美国的二元喷嘴的处理 甚至乎有处理到它的噴出来的热气 你看到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由红外特征来说 后面一定是红屁屁 非常红 我们说红外格斗飞弹 看到这种就是最开心的了 很多时候现在我们说红外格斗飞弹的发展 第一射程会拉长了 第二是它可以在射后才开始追踪目标 如果能够锁定它大概在三五十公里范围之内 有时发射一种红外追踪的飞弹 而现在的科技和电脑的计算能力 其实对引擎战机来说 都可能是一个风险问题 所以如果台湾能够好好整合这种技术 事实上也会被纤维令带来一定的麻烦 另外我们也必须要说 刚才说到IRST 都可以地面装配 原来亦可以装配上战机 雖然这个例如Legion Port 即是Loki Martin 它们本身亦有这种夹仓 可以把它放在Nav16 亦有传言说 F16的Block 70 Block 72 即是70批次和72批次 即是台湾订除F16V的批次 66架上可能可以装载到 甚至乎内置的一种夹仓 可以配备到红外搜索和追踪系统 即是有机会有效找到1200 但怎样说也好 你看到现在台湾多种手段去探测 即是中国的第五代引型战机 其实也是好事 包括用雷达的手段 可能用红外偵測的手段等等 即是追踪中国的引型战机 即是有计算之下的准备 始终因为第五代引型战机 都会占据一部分的空优 当然了 中国的战机始终都未如 你见美国那种 360度无死角的滲透 的引型战机那么厉害 所以某程度上 都有它的死穴 尤其是说红外特征那部分 看看中俄民国台湾的空军 陆军等等雷达的防御 再加上它们的武器 天弓衫、天剑、飞弹等 看看如何作出有效防御 令对方自然而退 战争成本提升 因为始终如果能击落对方的纤20 基本上对方的士气有很大的打击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字的分析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吗? 记得按下小钟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 另外可以收到广告 广告是有短有长的 我不知道真还是假的 我听说短广告都看完 长广告都看了30秒 大家去试试吧 如果可以,可以两部电器 一个手机、一个电脑 可以一路练广告 一个快点来看都没所谓 另外我们的Patreon会员频道 大家可以三十多元的价钱 多多支持 即是我们本地的广东话关事频道 我相信在华人社圈里面越来越少 以前说广东话的感觉是贵族 无论你去到加拿大、英国、哪里都会听广东话 现在肯定是少了 也没办法 试试我们保持广东话的特色 好,另外多点留言、like和share 不太足够 我们的like其实来来去五百多 五百多,充不到上一千 看大家能不能帮帮忙 试试我们将like数充上一千 再多点,会更多人收看我们的节目 另外就是发提货金时间 大家多多支持 十元八块都可以 多谢你支持 我们有银行、Payme、转速快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好,我是你节目支持Larry 我们在另一节的世界防卫消息再见 拜拜